今天邁哥要帶大家去打拳 It's impossible, it's not probable, you're responsible, too many obstacles 今天我們跟Danny教練在這邊練拳 然後我後面這些全部都是教練級的老師 然後呢,非常感謝他們在開放道展讓我們在這邊練習 好,大家,好嗎? 好,謝謝 我已經痊癒了,所以我要去睡覺 謝謝你 好嗎? 你喜歡我嗎? 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好嗎?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嗨,大家好,我是麥哥 今天呢,我們非常開心邀請到Danny教練 來教我們打拳 Danny教練,好好地介紹一下 好,哈囉 哈囉 哈囉,我是Danny 然後我打拳打大概兩年了 然後我覺得打拳是一個很好的 那叫做有氧運動 因為我自己是很討厭跑步的 那可是如果要瘦的話,一定要做有氧嘛 所以我覺得拳擊是一個又有趣 然後又可以 同時又可以堅持到有氧的一個運動 所以 可以來打一戰 今天要教我們打拳的Danny教練 非常的厲害 他會拳擊 他會泰拳 他會柔術 他也會跳鋼管舞 甚至呢,他也會彈吉他 所以呢 Danny是一個非常狠的教士 很多小夥伴不知道 麥哥以前是跆拳道黑帶教練 所以今天呢,就是 跆拳道對決 MMA 現在呢,我們在熱身 等一下呢,Danny教練會教我們怎麼打拳 最後再跟Danny教練 小小的對打一下 拍一下Jer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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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其實呢,麥哥一直很想學 拳擊 年輕的時候 麥哥選擇跆拳道 而不是拳擊 原因很簡單 因為麥哥是靠臉吃飯 所以麥哥不想要臉被打花掉 很想學拳擊的 一直沒有機會學習 因為拳擊真的很帥 有沒有 真的很帥 什麼勾拳什麼的 超帥 那我自己的話是右腳在前面 然後如果是拳擊的話 是重心在前腳 然後像 因為他可以太拳 重心在前腳 所以拳擊的話是 重心在前腳 對 Jub Jub 那我要測對不對 還是 嗯 對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話 那個 你的拳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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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 像我這樣轉的話 這個是我的 對 那你的 這是右拳 對 右拳 右拳 左臉 對 這個是一 這個 前舉 這個叫什麼 勾拳 對 所以 有勾拳 有身體的 跟臉的 其實拳擊的基本原理很簡單 就是前腳 前腳出拳 就是Jub 然後再來是後腳出拳 就這兩個拳頭的變化 然後再加上一些勾拳啊 然後勾拳可以勾肚子跟勾 勾你的臉 其實就是 所有拳頭的組合而已 但是呢 當你不熟悉的時候 像麥哥非常不熟悉 就會 手忙腳亂 不知道 不知道該出什麼拳 這樣 這樣 這拳 這拳 然後 右拳 再來用力 不要用力 其實你如果打拳 你要打拳 出來的話 你不是靠你咬的力 哦 先勾拳 勾拳 勾拳 你就是 你的身體要跟著側 好陌生喔 這什麼態度 然後勾拳你可以打 打身體 我打拳 對 這個是前輪 哦 所以 你要你的身體側過去打 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把 那個對打那個卡掉 哈哈 而且我很怕 不是靠手臂的力 所以你手其實在 這樣子 這樣子 他有腰轉動的力氣 腰轉的力氣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在打沙包的時候 那個觸感非常的不熟悉 因為平常麥哥都是用腳 因為跆拳道 就是用腳 90%都是用腳 所以當我拳頭打到沙包的時候 那個觸感 嘖 真的不熟悉 完全 完全不知道 怎麼樣可以把拳頭的力量 完全的 發揮出來 在那個沙包上 讓我將一個 一個combo好了 就是 呃 我老師叫他 我老師叫他2 所以2 就是 對 然後 這個是上勾拳 對 所以上勾拳 然後再一個頭 然後再一個頭 對 所以結束都是在你的 你的左手的左手的右手 試一試 我試一試 好嗎 這麼多 我完全記不起 不可 太多 太複雜了 開拳道板 這樣子 對 他踢我就 就滿了 他比較會踢啦 你用踢的站了 對啊 哇 哇 哇 那現在我叫什麼叫 哇 哇 是不是 當年有小旋風腿支撐的我 開玩笑 10個 10個 120個 這麼多 羊沙娃 father 1 2 3 4 7 8 9 4 所以你們平常是這樣練的嗎 我們現在打更多的 哈哈哈哈 我們打更多了 其實到後面我覺得教練已經有點在整武了 因為他們是練拳的 他們不會踢嘛 可能是看我踢得太漂亮 所以想要整武 可能呢 我累一點的時候 等一下晚點對打的時候呢 比較沒力 左這邊 打 然後左邊 GO 哦 OK 走 打 走 海爾文要打錯哦 走 打 走 海爾文 哈哈哈哈 教練想殺我 我又相反了 沒錯 他一定是想殺我 他想讓我在對打的時候 look bad 讓我被他痛載 女兒的心機太深了 我不能笑 我真的這樣看起來就帥 我的頻道就是 你不專業沒關係 但是要帥 哈哈哈哈 這樣 那你覺得我剛剛用這樣的支持單 我覺得很好啊 這樣很好 我見你有排泄到的感覺 可是完全用不到啊 蛤 他拳到的腳 用不到啊 我說你沒有那個功夫 對 練武奇才 練武奇才 我們比賽的時候是沒有規則 搖啊 沒有規則 沒有規則 不是 那個 什麼 KFC哦 不是KFC KFC 哈哈哈 什麼C啊 對 UFC 搖啊 有規則啊 明天不能打後腦刀啊 拿這個吧 我覺得 比我想像中還難 因為我 剛剛真的不知道要幹什麼 就是反應不過來 就是看人家打好像很簡單 但是 自己打反應不過來 要很習慣 所以你要常常練習 太丟了 我看不下去了 我們直接跳到對打好了 這個是計時器 所以 如果是用小瑞亞唱的腳 在對打的時候就是 你可以選說我們一個round 你要兩分鐘還是三分鐘 在對打之前呢 其實我已經有心理準備 我大概可以想像是什麼樣子 對打是在靠零食的反應 但是我完全 完全沒有練熟嘛 所以 根本就不知道怎麼會拳 我可以 我可以 打 哦 這樣沒關係 就當我娛樂的小夥伴好了 起碼教練打起來是帥 好 我認真 然後呢 好 我們就 接下來就開始了 打狗 換一下 因為 用大力 你剛才打 教練開始 然後 靠腰 不能用腳 你也不能用大力 你也不能用大力 不要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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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用大力 不要開眼睛 因為你剛才馬上就贏下 你可能會不會打 最後我打你的時候 你要看肉 超慘的 超慘的 就是 完全 完全不知道怎麼揮拳 然後就一直躲 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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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感覺到教練他有放 但是呢 他的眼神 還是非常可怕 眼神 就可以把一個人殺死 根本不用氣死 我就是一直躲 我就是一直躲 因為 我完全來不及反應 我當下 根本不知道我到底要出什麼拳 但是呢 我知道教練他還是有放水 所以呢 第二場呢 我就主動要求教練呢 稍微認真一點 只要不要把我殺死就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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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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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LOTS 好 是要先打開 我去打開 我去打開 我來打開 我來打開 我去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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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游戏 游戏 哎呀不要 游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我要游戏一下 哈哈 我還活著 太猛了 火灰的每一拳 教練都閃掉了 各位觀眾 麥哥活下來了 在剛剛教練的追擊之下 終於活下來了 活下來就算是勝利 如果有興趣想要學 拳擊 還是泰拳 或是巴西柔道 或是摔角 或是摔角 什麼都有 我們會把資訊放在 下面 OK 然後呢 記得要訂閱 麥哥的頻道 還有 Demi的YouTube頻道 然後要按讚 那些什麼東西 還有點小鈴鐺 點小鈴鐺 點小鈴鐺 喜歡 嗨 訂閱 小鈴鐺 按讚 小鈴鐺 按讚 平